进入新的一年,各国都在拼尽全力推进世界格局,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演变。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的注意力,被牵制,在俄乌冲突。似乎对利用乌克兰拖垮俄罗斯充满信心。 最近英国首相苏纳克,在和泽连斯基通话的时候,率先作出承诺,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挑战者二主战坦克。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发表公开讲话,宣布将会提供31辆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,给乌克兰。德国和挪威等国家也相继作出表态。这意味着,已经出现了一个很有进攻性的坦克联盟。 乌克兰驻法国大使梅尔琴科表示,很多国家已经确认了,将会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的行动。总数量达到321辆。或许美国被这种大跨度军事援助冲昏了头脑,开始臭其频出。 2月3日,美国司法部长加兰,与乌克兰总检察长科斯廷在华盛顿会面时说,今天我宣布,我已批准有史以来,首次将被没收的俄罗斯资产转移到乌克兰。 这些被没收资产是2022年4月,对俄罗斯寡头马洛费耶夫发起的诉讼。他被控逃避制裁。 在一直鼓吹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美国,原来可以随意没收别国公民私人财产,交给别的国家。 2022年,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命令,没收阿富汗70亿美元的资金。美国采取的一系列突破下限的行动显示,美国真的穷疯了,有理没理,能抢必抢。 这意味着,各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都已经非常不安全。随时面临美国政府的抢劫。美国这种建立汪疫的短视行为并非没有代价。代价就是美元信用被动摇。 越来越多的国家抛弃美元,选择双边货币进行交易。甚至宁可进行异货贸易也不用美元。 2月3日,美国负责经济政策的。前财政部长助理罗伯茨在发表的报告表示,随着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,在能源贸易中,远离美元。 美国正面临严重的经济风险。拒绝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美元支付石油费用。可能会损害美国经济。 石油美元的终结将对美元价值。以及美国通胀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。目前,全球石油交易量的88%是以美元计价进行。 2023年1月18日,在达沃斯论坛期间。一月底,美国最大的金主、美元最大的担保方沙特,宣布正式开放以美元以外的货币。来结算石油和天然气贸易。 沙特财政大臣表示。沙特对讨论以美元以外的货币进行贸易,持开放态度。这意味着,沙特与美国签署的石油美元协议将瓦解。 这才是震动全球金融市场的大势。也是颠覆世界经济现状格局的重大事件。如果发生这种情况。全球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将会下降。美元将急剧贬值,更加不值钱。 沙特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。是因为伊朗、欧洲国家、印度、俄罗斯、印尼及中东产油国,已经为绕开或放弃美元结算石油,采取了一定的措施。 俄罗斯、伊朗、委内瑞拉等国家,纷纷接受人民币等主要货币,作为石油贸易的货币。沙特如果继续名玩不灵,或许在石油市场的地位将受到冲击。 更关键的因素是。美国根本不顾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。肆意滥用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。滥发钞票导致高通胀。利用国际资金清算系统的垄断地位。随意处置俄罗斯和伊朗这样的主权国家的资产。限制主权国家参与国际贸易。这只能逼着其他国家另起炉灶。绕开美元体系和国际资金清算系统。 石油美元体系面临瓦解。美国霸权的根基就是美元霸权,没有了美元霸权。美国不可能支撑每年上万亿美元的军事支出。 那就意味着美国霸权体系面临整体动荡。在这种四面楚歌的局面下,美国人的神经变得异常脆弱。 中国一枚流浪气球,牵动了美国举国关注。在无人飞艇处于三万米高空时,美国束手无策,没有办法处置。 等到飞艇下降到两万米,美国出动舰艇飞机,发射三枚导弹予以击落。 完全属于滥用武力对付民用目标,给了中国将来对等反制的参考模板。 实际上一枚流浪气球,对美国的心理打击固然极重。 但真正威慑美国军事霸权的。非英机21海基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莫属。一直以来,东风21D是公认的航母杀手。 有谁想过,这款导弹如果实现舰在发射意味着什么?英机21海基高超音速反舰导弹。可以保持全程6马赫的速度。 在末端时的速度能够达到10马赫。这意味着末端打击速度高达3400米每秒。任何拦截系统都无法防御。 全球最强巡洋舰055,搭载射程高达1500公里的。英机21海基高超音速反舰导弹。可以在美国航母舰载机最大航程外进行发射。美国航母的攻击无效的同时又面临生存危机。 所以美国全国吵嚷着击落无人飞艇。与其说是精神亢奋,不如说是掩饰内心的恐慌。石油美元瓦解,英机21摧毁美国海军优势。 将20对抗美国F22,隐形对隐形。看来看去,实在不知道美国还有什么底气可言。日落西山日不落,滚落山巅美利坚。美国真的要完蛋了。大家都知道,英机21反舰导弹。 才是解放军海军打击航母等大型水面舰制的杀手锏。同时由于其刚刚亮相不久。因此被视为最为神秘的武器之一。 然而正当美航母在南海炫耀武力之际。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官方微薄中国战略支援。 竟然十分罕见地公开这款杀手锏武器。因此不排除这事在威慑美国。警告美国不要轻举妄动。 从公开的信息看,英机21在末端攻击阶段的速度。相当惊人,可以达到10马赫。在最后砸向敌人的时刻。其速度可以达到每秒3400米。 现阶段任何反导武器系统,在它面前都无能为力。因此它的正式亮相。就已经意味着,我国海军开始在近海防御体系中。 建立了具有完全摧毁能力的作战系统。让美国的航母编队彻底变成解放军的活靶子。而且还有一点,可能美国更加忌惮。 因为英机21令人胆寒的作战能力,是建立在解放军体系化作战能力基础之上的。其背后是中国战略支援部队天机卫星,而包括侦搜、导航、定向等环节。全部由中国自己的卫星提供支持。让美国人无可奈何。可以说这种体系作战能力,比单纯一款武器装备的意义更重大。如今中国又公开了英机21的真实数据。 这除了证明,中国有信心能够战胜美国的航母以外,还可能彰显了另外一个信息。这很可能说明,英机21舰在高超音速导弹。或许已经不是中国海军。最先进的舰在高超音速导弹了。更先进的舰在高超音速导弹,很可能已经研制成功。 并有可能在今年,向外界透露更多的信息。最近美国媒体又在炒作中国研制的轰-20。据说它可能携带核弹头。能有效穿透现有的防空作战系统。航程为5000英里。攻击范围可以覆盖关岛、澳大利亚北部。 在通过空中加油之后,轰-20轰炸机还可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。不过美国更关注的是,在中国近海附近空域,轰-20还可以得到歼-20隐身战机的护航。因此在飞行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的同时,它就可以攻击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基地,把美国航母消灭在港口之内。 其实美国也知道这一点。因此美国表面上气势汹汹。但是一般只做有限的挑衅。美国军舰或军机只在附近徘徊。不会做太出格的事情。去年当解放军在台岛周边进行实弹演习时。 美国航母就躲在日本,偷偷地监视,并不敢靠前。同时美国不断挑衅中国的背后奴机。使政客为了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。 明年将是美国的大选之年。目前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,已经打开了架势。在反华这个政治正确的裹挟下,不断地走向极端。 一个中国民用的飞艇,就已经把美国人吓破了胆。美国击落中国民用飞艇,更像是恼羞成怒。因为他们十分清楚,如果这是中国的远程轰炸机,他们将再也没有机会挑战中国了。